玉里站的玉泉寺环山步道长期没有清理 落叶都堵住了排水沟 并且落叶在水泥路上爬坡容易滑 附近的军民还有当地敌长就向正公所来反应 正公所马上派出清洁队员来清理 希望可以给民众一个安全又舒适好走的环山步道 地上落叶堆在一边 很难看出原本是一条排水沟 这里是玉里站玉泉寺后方的环山步道 这里几乎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得到 有当地居民在见走运动 不过当地里长就向正公所反应 每天都会来这边清理 但是能力实在不足以应付这些落叶 希望公所能够来协助清理 这边的民众像道路的树叶的打扫 都是他们这些来这边运动的人 来做维护 我们可能就是说炒藏了 有时候我们会派人 再把这个山边的这个环山道路的草割除这样 玉里站公所表示接收到里长的反应之后 马上就派出清洁队来清理 不只是把杂草清理 还把枯树整理排除危险 跟他讲说 只要市区的环境整理的一部分 可以过来这个时候 我们今天就把这所有的人员带过来 做一个清草的动作 在这边我们要感谢说 平常的维护 是我们泰昌里的里长林佳良在这边 也相当的辛苦 因为人手上的不足 所以说他只能说清完之后 他后续的维护 我想他就会节省很多的这些人力 跟维护的这个工作 玉里镇的玉泉寺环山步道 长期没有清理 落叶都堵住排水沟 并且落叶在水泥路上 爬坡容易滑 附近的居民 以及当地里长 就向政公所来反应了 政公所也马上派出清洁队 人员来清理 希望可以给民众一个安全又舒适 好走的环山步道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